大家好,我是Alicia,加拿大政府註冊移民顧問 歡迎大家來到Hancouver 我們在線上就是Nicole Chan 她是加拿大的註冊移民律師 我們過去幾個星期都在講署犯罪 會影響到移民的路程 有什麼方法去處理呢? 就是通過案底的更新 我們通過一些案例 就是想看看有什麼犯了法的在香港 在加拿大有什麼情況會適用到你呢? 所以我們通過一些案例 跟你們分享的 歡迎你,Nicole 這個星期的案例就是關於一個業主立案法庭的主席 Owners Incorporation 沙田一間私人屋苑 那間屋苑需要換電梯的 有間公司就很想拿到這個生意 這個公司的老闆就是嘗試去賄賂這個業主立案法庭的主席 他賄賂的方法就是他知道這個主席就訂了機票 他叫酒店去這個十三日游 去土耳其、希臘和埃及的十三日游的 那個費用就大概 當年就是四萬元左右 他就是嘗試去付錢 希望這個主席就給這個生意 換電梯的生意 電梯你知道很貴的嘛 整百多萬的嘛 給他那間公司的 那觸犯了香港的房子賄賂條例的 那叫做Prevention of Bribery Ordinance 那就是他就成功入罪啦 判了六個月監的 Nicoll 這個就是我知道加拿大有法律是管制賄賂政府官員的 那這個私人的賄賂會不會觸犯了加拿大法律呢 你知道觸犯了香港法律 如果沒有Canadian equivalent的offence 的時候 它都不是criminalinamissable的 請你跟我們分享一下 第一件事就是 如果他是在另外一個國家犯了罪 然後他是告成的話 他是有案底的話 其實我們加拿大criminalinamissability 有一個section是說 如果你在另外一個國家 你是commit了一個 怎說好呢 一個act 或者一個conviction的話 然後你是在加拿大 這個都算是一個criminaloffence的話 那你就criminalinamissable 那在加拿大 如果你在這些bribery 香港叫做bribery 我們加拿大其實都有某個情況下 這個都算是一個criminaloffence的 所以這些是白色的罪 很多時候是寫字樓的人 對嗎 可能會天天天的工作 他可能會有些東西 可能你想拿這個bid 或者你想拿這盤生意 你就可能私底下給了一些東西 這個人 那加拿大就是說 如果你給了一些bribery 給一個agent 但是他的principle是不知道這件事的話 那這個可能算是… 這個算是一個… 可能會算是一個辦法的 是的 OK 即是他就睡了就睡了就睡了 是的 所以變了其實這個人 如果他想申請來加拿大就這麼舒服 就來探索加拿大就即旅遊 對嗎 他這個都要看下 可不可以申請更新 是的 OK 好啊 謝謝你先 那這些看起來好像很輕微 但是都是要注意的 即是如果你有這個案底 你都要… 你是consider criminal inadmissible的 所以去旅遊啊 去申請讀書啊 或者這個做事呢 都要這個申請 criminal rehabilitation 謝謝Nicole 和我們分享 那我們下個禮拜再和大家分享 另外一個case 謝謝 拜拜 拜拜 拜拜